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小饼干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20克 然后再加入50克的食用油 接着我们先加入100克的白糖 最后再加入两颗无铝泡打粉 然后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一直把白糖搅拌至完全融化的状态 搅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300克的滴滴面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最后我们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样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接着我们先用手把它搓成长条 然后再用刀把它们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搓细搓长一些 然后我们再像柳毛花一样把它慢慢的卷起来 最后我们再把手口的地方给它轻轻的捏盐 像这样我们的生焙就做好了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破油贵油纸的烤盘里面 接着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蛋黄液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预热好的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鸡蛋小饼干吃起来非常的酥脆香甜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快速 用来给孩子当做平时的小零食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